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次我要分享的是使用blender制作一个很酷的风格化女孩角色的完整流程 从角色建模到绑定再到渲染 我会一步一步展示制作的过程 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期视频后 对使用blender完整制作角色有更多的学习和收获 首先我先分享一下我在制作这个角色过程中所使用的blender add-ons 其中我最推荐的是Machine3 Tools 它在建模和圆点控制还有对齐等操作上 比blender自带的一些功能更加高效和便捷 上面图片所展示的是我在Machine3 Tools中 4个自定义快捷键设置 其余的快捷键我基本保持默认 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和blender默认快捷键产生冲突 在雕刻和顶点绘制还有蜡笔绘制时候 我常用的插件是Sculpt Pad Wheel 它可以让操作更加直观和高效 在UV展开方面我使用的是Zen UV 至于绑定我选择的是AutoLeak Pro 在雕刻模式下我会从一个球体开始先大致拉出头部的形状 再添加圆柱体和球体拼出脖子和耳朵的基本结构 接着我会对这些模型进行网格重构 接下来我会先拉出下巴的形状 然后确认眼睛鼻子和嘴巴的位置 逐步调整头部的结构 然后加入眼球模型 先确认好眼球的尺寸 再调成眼皮的形状 以贴合眼球 制作眼球时我会特别注意瞳孔的部分 通过将瞳孔区域的模型稍微向内凹陷来增强立体感 这样当眼球旋转时通孔看起来会更加自然 Blender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将单独的点和线直接生成网格 这在制作睫毛和眉毛的模型时非常高效 我通常会开启面吸附 用点挤出睫毛和眉毛的轮廓 接着使用F键将其填充层面 并挤出一定厚度 相比其他软件这种方法制作风格化 块状眉毛和睫毛更加快捷 雕刻完成脸部结构后 我会用Blender顶点着色工具 为眼球眉毛和睫毛进行基础上色 随后对头部展开简单的UV 并绘制出贴图 以便直观确认角色的整体风格 后续再细化细节和纹理 这次我计划制作一个白色短发角色 头发部分我会直接使用Nervous曲线进行调整 首先我会制作一半的头发造型 然后通过镜像复制生成另一半 再稍微调整细节 避免头发显得完全对称 在制作过程中 需要特别注意头发的生长方向 以确保整体效果更加自然和真实 接下来我会单独制作手部模型 首先创建一个方块 插入多段线条 后挤出五根手指 并将手指调整为一个自然放松的姿态 手指不需要完全伸直 这样在角色处理Apost时 整体看起来会更加自然 不会显得僵硬 然后我会使用基础模型 如球体和圆柱体来搭建身体的结构 我的习惯是先确定胸腔的位置 然后依次制作肩膀和手臂 手臂会适当弯曲 以避免在绑定时出现错误 接着调整出腰部和盆骨的体块 再用球体调整出臀部 用圆柱体分别来制作大腿和小腿部分 在单独完成头部身体和手部的制作后 我会直接进行全身拓扑 这时我会开启吸附工具中的面和面最近选项 通过挤出操作来完成拓扑 在具体操作中我更喜欢使用Machine Street Tools的智能面功能 只需要选择两条边之间的拐点 按下4键 即可自动在当前拐点的对角线位置生成面片 极大的提高拓扑的效率 在拓扑时尽量使用4边面 尤其是在需要变形的区域 4边面更容易均匀的分布权重 避免拉伸或破裂 当低膜拓扑完成后 我会将高膜合并起来 然后给当前低膜添加一个多极精度修改器 接着添加一个缩果修改器 将缩果方法设置为投影 启用副相 并将目标模型选择为已合并的高膜模型 这样可以保留低膜形态下也拥有高膜的细节 我先在身体模型上制作一个低膜背心 然后在低膜身体上挤出衣服和裤子的整体轮廓 调整形态和轮廓线条 接着挤出脚的低膜 用于制作鞋子 再挤出鞋带 由于这是一个风格化角色 鞋带不需要过于写实 可以稍微简化 这样整体效果会更好 完成基础模型后 我为服装增加厚度 然后进入雕刻阶段 雕刻衣服褶皱时 以大块褶皱为主 突出整体感和质感 在雕刻完服装部分后 我也决策整体展开UV 展开UV时 我主要使用的是ZenUV插件 这个插件能显著提高UV展开的效率 而且内置了UV可视化工具 可以快速的检查UV布局 轻松发现并修复错误区 贴图部分 我会使用Substance Painter 在Substance Painter里 我为角色腿部添加纹身 为服装和头发制作渐变效果 并对整体进行润色 调整细节 这样可以让角色整体视觉效果 更加统一和出彩 进入绑定阶段 我使用的是AutoDig Pro插件 它的绑定方式与Mix Samuel类似 在人类、动物、怪物等各种角色的绑定时 灵活性更高 在使用AutoDig Pro时 我可以提前调整骨骼结构 以适应角色的需求 绑定完成后 我给角色调整一个酷酷的Pose 注意重心位置 避免角色重心显得失衡 或有一边倒的情况 注意关节的自然弯曲 比如走步、膝盖、手腕等 避免过度拉直或弯曲 造成的僵硬感 角色的动作应该有一定的不对层性 以增强自然感和表现力 之后再给摆好Pose的模型上添加细节 我先创建一个蜡笔 并选择表曲面 在模型上绘制细节 比如眼睛的高光 暗部的边缘 或者在模型边缘画出想要的轮廓线效果 这可以为角色增加更多细腻的表现力 接下来是打光环节 我尽量通过灯光设计 让角色看起来更加立体 适当的增加边缘光的强度 使角色的轮廓更突出 确保边缘光不影响角色的主要细节 保持适度的亮度即可 避免过于曝光 打光时优先突出脸部 使观众目光集中在决策表情和情绪上 在最终渲染时 需要注意蜡笔工具的渲染表现 如果没有开启四图层菜单中的通道数据 蜡笔绘制的内容会始终显示在最前面 而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效果 因此在正式渲染前 我会根据需求是否开启J通道 对于特定的2D卡通角色 比如蜡笔绘制的眼睛 在不开启J通道后 让蜡笔绘制的眼睛始终显示在头发的前面 反而能让观众更清晰的看到角色的表情 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根据角色风格和表现需求灵活选择 OK如果你对这个角色感兴趣 可以通过下方链接 获取原文件和完整的流程视频 按需下载其可 希望这些资源能给你的创作提供帮助 同时别忘了点赞关注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角色的更新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